明明都已经罚款了180亿 那为什么股价还能上涨6% 让我们来看一看阿里巴巴在背后暴涨的原因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快选中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麦文 大家知道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Jeky给大家分析到了 阿里巴巴由于违反中国反竞争法 因此被监管部门重罚180亿 但是刚刚这个消息发布了没几天 在昨天香港港股上开盘交易时间内 阿里巴巴开盘就上涨达到了8% 虽然在收盘的时候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最终依然以6%收市 那么以阿里巴巴的市值来计算的话 上涨6%所产生的市值的增加 是远远超过了这180亿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明明都已经要被罚180亿 这么大的天门数字 又怎么会让阿里的股价能够 还能暴涨6%到8%这么多呢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我们都是老花眼了 把这个送钱看成是罚钱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 这背后的原因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 就是叫做民罚暗保 所谓民罚暗保的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的台面上 在外表上看 是对阿里集团进行了180亿人民币的天价发漫 但实际上我们说 针对阿里这个体量 这个市值来说 180亿充其量 只不过是他双十一活动的一个领头 因此并不会伤害到阿里的金融 我们知道呢 中国目前可以拿得出手的互联网企业中 腾讯阿里京东百度这几家 是可以和国际上的其他竞争对手相欺并论 或者说可以抗衡的 所以在这种关键时刻 特别是中美的这个全面对抗时刻 中国的监管部门 即使是要 既要释放一个警告 或者是杀鸡警告的信号 但是呢 又不能对自己 应该说是手下 或者说是国内的 几个龙头的科技企业 实施大规模的整顿 所以说180亿 对于很多明白的投资者来说就知道 这个事 180亿就能够解决 所以投资者真正担心的是呢 这个阿里集团会像之前万一 像之前王剑林的万达一样 被织紧 被拆分 这样一来 阿里的竞争力就会大大下降 所以说 现在这180亿听上去是很多 对于绝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 是一个永远不可达到的数字 但是对于像腾讯阿里 京东百度 这样在多国上市 市值超过千亿 甚至于接近于万亿的企业来说 那么这180亿 还仅仅是一个小众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 其实阿里集团 它的实际控制人早已不是马云 马云在2017年 就已经辞去了阿里集团的董事长 董事局主席职务 因此呢 其实说白了 阿里早已不是马云的 所以对于马云来说 他现在实际控制的 其实是蚂蚁金服而不是阿里巴巴 所以作为监管部门来说 阿里集团要不要 这个我们说整顿 要不要打压 要 他必须释放出一个信号 给国内的其他竞争对手 给国际的投资者 释放出一个信号 但是这个信号不能伤其精工 所以说我们看到呢 昨天开盘一上市 港股上面阿里巴巴就大涨了8% 这说明一个什么呢 说明投资者都觉得 其实啊 这180亿人最后的结果 虽然是罚钱 咱们在这说 虽然这个钱很多 但是 对比原先大家估计的 更坏的结果来说 罚款180亿 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他没有要求阿里 把其他的文化娱乐 或者是音乐或者影视给拆掉 仅仅只是靠罚钱来解决 那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么未来会怎样呢 在我看来 咱们对比一下 他的竞争对手拼多多 京东 腾讯 等等或者微品汇 这些的股价 在过去的6个月中 在美国上市也好 在香港上市也罢 他们的股价平均涨幅 都已经非常之多 但是唯有阿里 从300日 美元或者是港币的价格 跌持最低 210不近 跌幅接近30% 因此 相比之下 这180亿 如果是宣告着 这个审查也好 整顿也好 一段时间之内 是尘埃落定了 那么我个人 反而会觉得 阿里的未来 相对 也许就是 叫做利空出境 那就是好消息 好了 再说一个简单的话题 那就是有关于 澳大利亚 我们知道呢 由于英国疫苗 意外的出现了多宗 有关血栓的病例 使得呢 澳大利亚现在建议 对于50岁以下的人群 建议不要接种 英国疫苗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是不是会导致了 一系列的后果呢 毫无疑问 它所导致的直接的后果就是 今年10月 80%人群接种的目标 无法实现 同时 今年12月底 对于多个国家 实现互通的目标 也没办法实现 按照原先的预期 在今年10月份 像日本 新加坡 韩国 泰国 越南等 达到全民接种率 80%以上之后 将会和澳洲实现互通 免具双方的14天隔离要求 但是一旦英国疫苗 目前被暂时停止 或者是不建议接种之后 10月份的接种目标 是不可能达到 12月份的互通目标 达到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之一 如此一来 直接会导致的就是 旅游 留学 移民等等依靠着国际游客 和国际移民的这些行业 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削弱 我们看到 他们的股价在昨天 也出现了较大的跌幅 那未来怎么样呢 当然我们知道的 未来没有英国疫苗 还有美国疫苗 只是原先10月份打好 12月份开门 这个计划 将很有可能会向后推 至少4到6月 所以说 如果之前大家觉得 像悉尼机场 Quantus 澳航 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 网上订票网站等等 他们的股价过高 那么这一波 如果他们回调比较多的话 我们是否可以重新考虑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每日话题 我们明天下期节目再见